下面我们看第三节建筑功能材料 建筑功能材料这一节的内容 大家要注意 它是现在国家也是比较提倡的保温节能等等的 所以从考题来说 它其实考的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觉得它比我们前面的装饰材料可考性要多 而且它新的东西很多 去年新增的东西都考了 比如说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等这些 我们看这个题是适合用于寒冷地区结构变形频繁的建筑防水的材料是谁 寒冷地区我们首选SBS对吧 所以就选它就行了 别的都不用看了 APP是用于热的地区 有强烈太阳的辐射的高温的地方可以用 三元一饼和绿化聚乙烯不符合寒冷地区 我们呢其实有一个绿化聚乙橡胶共混的 那个也可以用于寒冷地区 它用于寒冷地区呢是因为它有橡胶了 橡胶是不怕冷的 但是这个选项里没有它 所以这个提选了 这个呢是APP APP改型力清方式选材 出出的优点是用在哪 热的 所以选C 适合有太阳辐射的地方 D呢也是热叫热溶法 热溶法不是它 热溶法是SBS 这个选C啊 这个题呢是适合于高温和有强烈太阳辐射地区 属于塑性体防水材料的是谁 高温有太阳辐射 大家你看 说了半天还是谁呢 APP对吧 选B 这个是常用于寒冷地区和结构变形频繁 并且适合于热溶法的 这个呢说了 这几个条件一组合肯定是SBS呀 SBS改型力清是我们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材料 这个题呢是特别适合于寒冷地区或变形较大的 土木建筑防水卷材石 是谁呢 有同学说选SBS 诶这要题 它没有SBS 没有SBS 有一个人跟SBS功能是一样的 是谁呢 就是绿化矩锡锡 橡胶共混是香蕉给它带来的呢 是奈迪温 对吧 背景有好的特点 所以应该选了A 它是一种共混型的啊 它具有两种东西共同的特性 这个题是 堤坝防水抗胜工程常用堤坝这个说的是 堤坝这个可以选择A三元一饼 还有呢是聚力锡 C绿化矩锡 还有绿化矩锡 橡胶共混 选谁呢 选聚力锡 聚力锡 可以用于 水池低霸 这些抗肾的工程都可以 三元一饼 我们书上就写的是 防水颜色高 耐用年限常用它 绿化矩锡锡呢 除了用于民用 还可以用于工业上 我们那年考采矿业就选它 绿化矩锡锡 橡胶共混呢 这种选材呢 一般来讲 它呢是两种材料的特性 这个呢是冶金业 防水防渗工程 谁要用于谁 冶金 是属于工业 对吧 那应该选择呢 是 绿化矩锡 这个选项 选B 这个提示 耐腐蚀性 耐细菌性 都调好的防水卷材 是谁 A三原饼 三原饼是防水级高 耐用年限长 B呢是 距离锡 距离锡 那我们的特点 在讲课的时候提到 它就是 卷材的尺度稳定 耐热性和耐腐蚀性 耐细菌性都好 适合于各类建筑的 污面防水工程 和水池堤坝 防水抗盛工程 所以这样的话 就选谁呢 选B 它具有耐腐蚀 耐细菌性 这个点呢 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题呢 是高温车间 防潮卷材 应该选用哪个 高温车间是热呀 那我们选的 肯定是谁 APP 选C 这个呢 是对于防水要求高 耐用年限长 优先选用谁 我们说过 只要看到这个字 就选三原饼 所以选D这个答案 这一部分的题都不太难 只要你看书 能够看到关键的这些点 都能选对的 这个题呢 是广泛 适合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的 污面防水 地下室防水工程 和地面防水防渗 特别适合于各类不规则的 部位的防水的防水材料是谁 这个呢 大家你看啊 他提到的是 这个不规则 不规则不应该是卷材 卷材呢 不规则不好扑啊 它也不是混凝土 那我们的防水材料 有刚性的和柔性的 防水混凝土是刚性的 卷材是柔性的 还有一种呢 是涂料也是柔性的 所以这个应该选C 涂料才对的 所以选合成钢分子涂料 C这个答案 这个题 弹性和耐久性较高的 防水涂料是谁呢 这个说的是比较好的涂料 人家说的是啊 这个呢 我们可以选的 A是绿冰橡胶 是吗 这个不是 B呢 是 捐纸防水涂料 还有SBS 还有呢 聚率锡 改性沥清防水涂料 选谁 弹性和耐久性较高的 防水涂料 你得照着 高分子去选 涂料分为高分子 和改性沥清的 那肯定照着高分子 高分子的品种中 都有一个 纸字 那谁有纸就选谁 这里面 聚氨纸有纸 所以选它 其实呢 我们说 这个呢 除了聚氨纸 还氧树纸 有机硅 这都是 都可以选 银西酸纸 也可以选 这个题 选用建筑密封材料 是应该 首先考虑什么 这个考虑的是 密封材料 首先考虑的是 使用部位和 针接性能 所以这个题 应该选C 这个答案 使用部位和 针接性能 这个是民用建筑的 屋面墙面 应该选用 什么样的密封膏 密封膏是一种呢 不定型的 密封材料 民用建筑的 屋面墙面 那我们说呢 选 丙西酸 就可以 这个地方 大家看 选 B 丙西酸 就可以 有请选 硅童 硅童也可以 但是硅童有两类 一类是F类 一类是G类的 F类呢 一般呢 使用于建筑密封 G类呢 都是用玻璃 所以这个应该是 门窗玻璃用的 另外呢 这个丙西酸 我再说一句 它用在这些地方 都可以 但它特别怕水 我们说过这个 锡字 它是火字旁 水火不容 对吧 所以它特别怕水 它不能用在有水的 沾水的 泡水的 它都不能用 所以不如 移用于 广场 公路 桥面 有交通往来的接缝 水池屋 水场 灌溉 壁坝 水下接缝 都不可以用 这个题呢 是 丙西酸类的 密封缸 具有良好的 粘接性能 但不能用于哪儿 刚才说了 有水的地方 那哪个你觉得 跟水 最紧密呢 就是 桥面 广场公路 桥面 交通往来的 接缝中 不能用 大家看 这些 它都不能用 它怕水 耐水不好 而广场公路 桥面 它呢 来回来去的 对它呢 破坏性大 也不能用 交通往来嘛 它这个车 要开来开去 人要走来走去 大家想在 屋面上 倒没事 因为呢 我们在房顶上 没人走啊 墙板中 没人碰啊 门窗前缝 这些都行 好 这个题呢 不易用于 经常泡在水中的工程 不定性材料是谁 不能在水里 不就是丙细酸吗 选B这个答案 这个题是 最适合游泳池 游泳池呢 是有水的谁啊 卷脂 所以这个题 应该呢 是选 D 卷脂 密封缸 我们看这个题 影响材料 导热系数的 主要因素 是什么 影响材料 导热系数的因素啊 有很多 谁对它影响最大 孔结构和湿度 应该选A 那这个导热系数 是影响材料 保温的 最主要的一个系数 导热系数 越小越好 这个题呢 是 主要用于工业建筑的 隔热 保温 及防火覆盖的 保温隔热材料 是哪个 这个选的是 保温隔热材料 注意这是工业 也就提到呢 民用不行 那下链哪个 不能用于民用 食棉 因为食棉有毒 其他几个呢 都主要是 民用的 污面呀等等 也都行 所以这个C 是不能用于民用 只能用于工业的 隔热保温房 火覆盖 这个呢 是纤维状的 隔热材料的说法 错误的是 A 盐棉和矿渣棉 就是矿棉 缺点是吸水性大 这是对的 食棉广泛 若用于民用建筑 这是错的 因为食棉有毒 所以就选它 C呢 是玻璃棉广泛在 温度较低的 热力设备中使用 因为玻璃棉 最高的使用温度呢 只有400度 所以他说 温度较低的 热力设备 这是对的 D呢 是陶瓷纤维 可容易高温角热 因为陶瓷纤维的温度 限值是 1100到1350度的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选B是错的 这个呢 是保温材料中 谁在民用建筑中 很少使用 主要用于工业建筑的 隔热 保温和防火覆盖呢 谁啊 食棉 因为它有毒 随选地 这个题呢 是保温材料的一个 保温功能性指标的好坏 是由材料 谁的大小决定的呢 刚才讲过这个 保温好坏就是导热系数 而影响导热系数的因素中 很多最主要的是 孔结构和湿度 好 所以选A 这个呢 是膨胀之石 膨胀之石 膨胀珍珠棉 波化微珠 这是一类的 三体的 它是一种较好的 角热材料 隔生材料 但是使用时注意什么 防潮 它吸水性 所以这个是选A 这个答案 C说不能松散铺射 D说不能与 胶凝材料配合使用 这是不对的 它可以松散铺射 也可以与胶凝材料 配合使用 选A 这个呢 是隔热吸生 效果最好的材料是谁 就在讲到 波化微珠 就提到 因为它本身呢 是内部多孔 表面波化蜂蜜 所以它具有呢 隔热吸生效果 所以应该选的就是它 波化微珠 下列保温材料中 谁是一种高级保温绝热材料 这个呢 特点就是高级保温绝热 我们应该选的是 谁呀 泡沫玻璃 这个书上特意强调 泡沫玻璃是一种高级保温绝热材料 这个呢 应该选C 这个答案 这个题呢 是高速公路的防潮保温 一般选用谁 高速公路是个平面要开车 所以得选那种板式的 可以做平面的 是谁呢 大家看呢 剧本一系板 它是板嘛 其他几个都不是 棉类的不行 它是纤维状的 这俩也不行 它呢 是多孔状的 只能选C 板状的 这个题呢 是下列选项中 具有那低频吸生特性 同时 还有助于生波的扩散的 吸生材料是谁 低频是谁呀 低频应该是保板振动 中高频呢 我们以前考过 中高频是莲木的 所以这个应该选C 下面我们看这个题 下列属于功能材料的油 功能材料有什么呢 是防水 还有呢 保温 隔热 吸生 隔身 防火 所以像ABC 混凝土 水泥沙浆 这都属于结构材料 这烤得太大了 这个范围 只有吸生材料呢 是属于功能材料 所以选D这个答案 这个是下列 关于波化微珠的描述错误的事 波化微珠是 内部多孔表面波化封闭的一种 A 它是一种酸性玻璃质的一个 熔岩矿物质 这是对的 B呢 是内部密实表面波化蜂蜜 内部多孔应该是错的 这个题让选错误的 就是应该选它 C呢 是吸水率低 一分散 这是对的 B呢 有防火 吸生 隔热的性能 这也是对的 好 选B 是错的 这个题呢 是半置外墙 保温沙浆用什么 这个保温沙浆应该选用 A 波化微珠 这个题呢 是机场道路的一个防潮保温是什么 这种机场道路 高速公路 泊车平台 这些都是属于平面的 平面必须得用版类的 就是聚本仪器版 所以选C这个答案 聚本仪器版有EPS版和SPS版 这俩呢 是XPS版 比EPS版保温好 所以其实我们做的 剧本仪器版 用它的隔热来讲 还是XPS版用的多一点 好 这个呢 是防火的一个功能材料 下列呢 关于防火塗料说法 不正确的是 防火分为 厚的 薄的和超薄的 要知道它们的厚度 你就把薄的知道就行 是3到7 比它厚的呢 就叫什么样 厚的 比它呢 小的就叫超薄的 A超薄的是CB 厚度呢 是小于等于3 这是对的 薄的厚度呢 是大于3 小于等于7 这也是对的 厚的呢 是大于7 小于等于45 这也是对的 超厚 没有超厚型 所以这个是错的 应该选D这个答案 这个题 厚型防火涂料的耐火极限 与什么有关 这个说的是厚型啊 厚型 厚型的应该与涂层的厚度有关 那薄型和超薄型呢 它才3毫米 不可能说它很厚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着火以后 烧完这个涂料 再烧到钢结构的本体 所以薄型绝对不是靠它自身的厚度 来烧它争取时间让你逃生的 那薄型和超薄型应该靠的是呢 膨胀厚的发泡层厚度就是C 厚型的靠的是涂层的厚度 因为它比较厚嘛 你想 45以内也差不多这么厚了 它烧完就得有 对吧 我们逃生至少给你半小时的时间 你就跑了嘛 如果着火的话 所以这个呢 要区分开啊 你看我们这里写了 薄型和超薄型的防火涂料的耐火极限 一般与涂层厚度无关 而与呢 膨胀厚的发泡层厚度有关 好 下面呢 我们看看呢 多项选择题这部分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题 合成高分子防水剪裁 具有的性能主要是什么 这个考合成高分子 有耐动 耐热 耐腐蚀 耐老化 和锻炼延伸率大 哪个对啊 这个合成高分子 耐热性 耐腐蚀 耐老化 还有锻炼延伸率大 都是 但是合成高分子是 数值类的 数值类的都不耐动 低温都不行 所以为什么有那个橡胶混混呢 就是橡胶给它带来的是耐低温 它本身不耐低温 选BCD 这个题是关于保温隔热材料的说法 正确的是 矿棉的最高使用温度 约为600度 这是对的 实棉最高使用温度 600到700不对 它是500到600 玻璃棉使用温度 300到500不对 它是400 然后呢 是陶瓷纤维最高使用温度 是1100到1350 这个是对的 矿棉的缺点是吸水性大 弹性小 这也是对的 所以呢 应该选A第一答案 这个是保温的一个题 这个呢 是下列关于硬泡捐止说法 不正确的是谁 这个考的大家注意 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A 防水性能优异 吸水率很低 这个对吗 这个呢 是正确的 捐止 捐止它用防水油保温呢 它是一材多用的材料的 B呢 是燃烧性能等级 不低于B1级 这个燃烧性能 我们有A B1 B2 B3 A是不染 B1是难染 B2是可染 B3是易染 那对于 我们说的燃烧性能呢 捐止 它呢 是燃烧性能 不低于B2级 不是B1级 这错了 C 耐化学寝食清好 这个对的 B呢 使用复杂 可以 现场喷涂为任意形状 现场喷涂为任意形状 对 那是不复杂呀 应该使用的简单方面呀 所以前半句错了 E呢 可代替传统的防水层和保温层 这是对的 所以这个题大家选谁呢 是不是选ACE答案了 你选了ACE 这道题一分没有了 因为这个里面让你选不正确的 你得选谁呀 BD答案呀 看准题也是一种能力的 这个题呢 是建筑中常用的宝板振动 牺牲的结构是谁 宝板是什么宝板呢 胶口板可以 透木板不行 得是薄木板 因为它是薄板 水泥板 水泥板不行 如果呢 你是十棉水泥板是可以的 有纤维状的 D石膏板可以 金属板可以 所以选ADE答案 火凝土板行吗 不行 火凝土板太厚 那属于隔生材料 不是锡生材料 锡生材料也多孔 好 这个题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列呢 是关于 牺牲材料的说法 正确的有 A 宝板振动 牺牲结构 具有低频的牺牲特性 这个对吗 这是对的 宝板振动是低频 莲木呢 是中高频 B 空间牺牲体 有平板形 球形 椭圆形 和棱椎形 这个呢 也是对的 C 莲木牺牲结构中 对中高频 有一定的牺牲效果 这是对的 D 莲木牺牲安装拆卸方便 兼有装饰功能 这也是对的 E呢 是牺牲材料 必须选用密实质量大的材料 这个呢 不是 隔生材料是密实质量大的 牺牲应该是轻的多孔的就行 所以ABCD是对的 E不对 这个呢 提议大家看是一个关于防火的题 下列关于防火说法 正确的是 A 可燃物 助燃物和火源 通常被称为燃烧三要素 这个是对的 B呢 对于燃烧三要素 全都要加以抑制 才能达到阻燃的 这样的目的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说只要对燃烧三要素里面 一个加以控制 就能够达到阻燃的目的了 C呢 是根据涂层厚度和耐火极限 又可以分为 厚直型 还有薄型和超薄型三类 这个说的是我们的一个 防火涂料 它有薄的厚的超薄 这是对的 D 有机防火堵料 可塑性好 容易呢 封堵各种不规则的 形状的孔洞 这个对吗 我们对于防火堵料 有三类 有有机的 还有呢 是快用水泥 无机的 还有防火包 有机的和防火包 都可以拆下来 重复使用的 但是水泥的不行 得封堵那种 那封堵以后不变的场合 所以这个D呢 看似是对的 有机的 跟防火包用途是一样的 E呢 是无机防火堵料 指的就是快硬水泥的 这种呢 它不能够重复使用 固化速度应该是快嘛 它叫快硬水泥 耐火极限高是对的 所以这个里面呢 前半句错了 当然就不能选了 可选的是ACD 这个答案的 这个题 以下关于防火堵料的说法 正确的有 A 有机防火堵料呢 以合成竖质为交战机 这个是对的 合成竖质 B 有机防火堵料 可塑性好 容易封堵各种 不规则形状的孔洞 这个对 C 有机防火堵料 能承受一定的重量 又可以有一定的可拆性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呢 其实 说的不是它 说的是水泥那种 是无机的 有些人说 无机的水泥 不是不能够重复使用 对不能够 那你还能可拆性 可以啊 拆下来就不要了嘛 我们如果下次再封堵 用新的水泥 不是说它拆起来接着用 D 无机防火堵料 具有无毒无味 固化快 耐火极限与力学 强度高的特点 这是水泥类的 这是对的 E 是防火包 尤其适合于经常更换 和增减电缆管道的场合 这个呢 也是对的 所以这个题应该选择是 AB D1答案 好 那这部分呢 就是关于功能材料 功能材料呢 是现在我们呢 国家提倡的 保温节能的一个大方向 所以从考试来讲呢 它的题目不会少 包括呢 防火这块 你都得会 那我们第三章 所有的题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从结构材料 装饰材料和功能材料 三个大方面给大家讲的 结构材料的题最多 然后呢 后两个差不多 都在3到4分左右 加起来这一章 一共16分 希望大家这一章呢 能够记准一点 因为它的知识点比较碎 好 那这一章呢 就给大家先分析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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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